你要了解普尔森查 都可以预防 你不要相信我 你看新闻 等下你会讲我车大炮 一大堆先咖喱 一大堆走出来 看啊 这个是一出新闻来的 中国的新闻 云南农业大学 普尔茶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联合昆明生物制造研究院有限公司 开展新冠病毒防治的科技攻关 从药石同源植物分子中 筛选能够阻断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分子 目前研究团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新冠病毒通过表面的S蛋白 与人体呼吸道 及其他粘膜表面的 ACE2受体紧密结合来感染人体 阻断新冠病毒S蛋白 与受体ACE2结合 能够有效抑制病毒繁殖 昨段时间我发现了 一个滑物 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滑物就是 我们从残验中分离得到的滑物 叫做 1379 如果这个液量足不大 那么它就会这个 在这个病毒蛋白那里表面 很紧密 结合以后呢 它就不能再和 人的受体紧结合 这样病毒的感染 就会被阻挡 病毒和细胞呢 见面也不相识了 研究显示 从茶叶中筛选到的 有效单体分子 EGCG 能够强力结合 新冠病毒S蛋白 并有效阻断新冠病毒S蛋白 与人ACE2受体的结合 同时 研究过程发现 EGCG不仅能阻止两者相互结合 并且对已经结合受体的S蛋白 还有促进二者解离的作用 目前 国内外尚未找到 与新冠病毒S蛋白 亲和力强 并且能够有效阻断S蛋白 与ACE2结合的分子 这一发现 为开发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相关制剂 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科学数据 同时 为从我国钥匙同源植物宝库中 应急筛选抗病毒成分 用于临床提供了模式 目前 研究成果已经在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的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中 开展临床辅助治疗 EGCG存在于普尔生茶 绿茶的儿茶素中 研究团队前期研究发现 EGCG具有显著抑制 严正靶点受体NOTCH的功能 降低严正因子的表达 综合两项研究结果 进一步对茶叶有效成分 作用靶点 作用激励 进行深入临床研究 以及开发辅助治疗产品 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此外 日常饮用茶受浓度 使用方法 茶叶制作工艺的限制 所以茶叶以及茶叶提取物 是否能够预防或治疗 新冠病毒感染 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实际应用 才能得到最后验证 再次进行深入研究